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徐甫 为了帮助广大中国移民来美开拓商机 前加州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夏勒伯 参议员还有何美媒会计师 联手打造了哈佛智库 为顾客提供了与政府沟通 以及业务开发的相关资源 为了帮助美国主流和中国移民 提供与政府沟通的机会 以及业务发展的相关资源 前加州共和党领袖夏勒伯参议员 以及何美媒会计师 共同创立了Half Strategies哈佛智库 并于今天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这个新启动的项目 是运用他们多年在公共政策 政府运作上的经验 来帮助广大客户提供优质的政府关系 业务发展以及社区开发的机会 过去21年我曾经在公共和党领域 在公共和党领域的领域 在二十幾年裡面 它聚集了大量的人脈、平台資源 現在我們出來開了智庫 除了可以出台政策之外 最主要是能夠協助我們中國的企業 能夠在美國順利的發展 因為很多的企業來到美國的時候 對於美國的法律以及政府的運作 十分的不熟悉 所以走了很多的冤枉路 有的時候甚至受到很大的損失 那這些就是我跟Samuel Huff 可以幫助朋友們的地方 除了他在政府各項方面非常熟悉之外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會計師 雖然在過去裡面很多年 大家對於我在政治上面介入 有很多的了解 可以替我們很多由國內來的企業 或是在當地的企業 我們美國當地的企業 協助他們真正的融入主流的社會 可以減少他們走很多很多的冤枉路 以及花很多很多的冤枉錢 所以我們可以說就是解決 疑難雜政的這一方面的專家 隨著中美合作機會的增多 越來越多的中國移民 渴望找到最有效的途徑發展商機 互利雙贏 哈佛智庫的業務涵蓋了地產 交通運輸 科技娛樂以及環保等方面 夏勒伯參議員和和美美女士 多年來的事業打拼 累積了強大的社區和政治經驗 這都為哈佛智庫提供了強有力的後盾 有關哈佛智庫的詳細信息 您可以登陸官網進行查詢 中天頻道採訪報導